防灘少年團在疫情下重啟海外巡演行程 27日起連續4天在美國洛杉磯開唱 他們在當地時間28日召開記者會 對於近日在全美音樂獎獲頒三大獎 及葛萊梅獎提名表達感謝 隊長RM也說時隔兩年在美國舉辦現場演唱會 就像翻開新篇章 過去兩年對所有人來說都是相當艱難的時期 他們將透過這次演唱會展現自身的成長 而在29日的演唱會 防灘少年團也要來美國饒舌歌手梅根 擔任嘉賓同台演出 一起表演告示牌冠軍歌曲Butter 讓全場粉絲嗨翻 梅根當天穿粉紅色性感連身套裝現身 胸前超身V0口炸出豪辱 下身開高插 完全不吝嗇大方瘦身材 有粉絲發現表演過程裡 在梅根身邊賣地唱跳的救國 表演一結束馬上躲到隊長RM身後 面對梅根時的害手反應遭粉絲捕 怕聲的表現也讓阿民們笑翻 而過去其他成員就曾說過 救國其實個新內向 常默默躲到成員身後 而這次救國在演唱會的鬥趣反應 完全成了粉絲的討論焦點 網友笑說上一秒還像男子漢 下一秒又變回小孩 子漢他好像小狗狗一樣好可愛